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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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… 我想問這個輕功水上飄是怎麼做的 就是靠它 不是一盆白色的水, 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就是靠它來做輕功水上飄 你嘗試碰一下它 好 好 好像有點黏黏 對, 它有點像液體 但有點像固體 對 很有意外 不如你嘗試拍一下它 好 等我來吧 先放一點 不如你嘗試弄髒了你們籤籤的肉手 來… 快點 好像硬的 對, 一會兒你就會站在上面 然後很快地走 你就可以做到輕功水上飄的效果 真的嗎?我不相信 快點嘗試吧 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就好了 你現在站上去, 然後很快地走 你就可以做到輕功水上飄 很緊張 來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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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玩… 真的不錯 最後還是絕了一點 有角色, 很棒 不過呢 會不會是因為它本身太黏 所以踩上去不會沉呢 我們嘗試放玻璃杯上去 讓你看看效果 好… 好 真的沉了 好厲害 對呀, 它的齋體就好像液體 不過踩上去就是固體 為什麼呢 沒錯 那我講一講 就是用粟粉加一點點水 然後混在一起 而造成的非油均流體的黏性物質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呢 當我們踩上去的時候 這些物質的黏度 就會跟壓力和速度有關係 當我們踩得越快 壓力越大的時候 它黏度就會增加 甚至短暫成為固體 當我們拍打它 或者很快走在上面的時候 黏度就會增加 它就會暫時變成固體 就可以做到輕功水上飄的效果 原來這樣就可以做到輕功水上飄 沒錯 不過粟粉和水的比例 就要慢慢嘗試才能做到效果 明白了 不過最後還是要看一題同學 若果未經大人的同意 千萬不要做這個實驗 對呀… 你都沒試過了 不如你試一下 不如你們三個一起試一下 不如你試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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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學 飛猶敦流體 在生活中有個例子 就是鼻彈衣 鼻彈衣裡面 用了這隻流體 當子彈打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分散了那些零 令到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同學們 這點內容是否很精彩呢 如果想再學多些 就快點點擊入這個行李